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伟乡长庄仁顺 县议员洪丽娜 萧淑芬 陈景玉 陈龙妹 萧延青 林昌喜 刘景昌等贵宾 共同祭拜祈求施工顺利 我们能够争取到在乡亲的期待之下 能够让我们彰化田中高铁站顺利的来兴建 配合我们田中高铁站的工程 在去年的2月6号动工 12月23号上大梁 明年我们彰化的高铁站就会完成 所以我们也争取到了对外联络交通系统 高达36亿的经费 中央负担50% 彰化线这种负担50% 总工程长度9376公尺 将来可以从我们高铁站区连接到园林的林错交流道 这是我们彰化建线291年来 园林以及田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地方交通的工程 我们今天用感恩的心来进行这个工程的动工的典礼 这个工程能够汇集五个乡镇 包括田中、社头、永静、田尾园林 这五个乡镇的民众都可以受到道路交通的便利利益 那也可以让我们高铁站区 整个对外联络交通得到完整的推动 我非常的感恩感谢大家 那我相信这样的工程一定可以如期如此的完成 带动地方的经济繁荣的发展 并且能够让我们的民众感受到更幸福 我们预计在明年就可以开始提供给我们的乡镜 一样的便捷的舒适的高速铁路的服务 当然刚刚现场也讲了 关友站是不够的 连外的交通必须要能够整合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知道社团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跟张化县政府就共同来研究 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交通做一些整合 我们张化县政府这几年来团队所表现的效率更精准 以及我们议会的支持 我们理会的道庆处 向台湾县政府给我们张化县 很多很多的支持和爱好 给我们带来看得到的愿景 卓县长表示 感谢中央及地方代表共同支持与协助地方建设 本次工程分成两标进行 第一标已于上个月27日进行动土 预计于104年12月31日完工 而今日动土路段为第二标 预计于104年10月31日完工 总工程经费是县府有时以来花费最多的道路工程 期望工程能如期如值来完成 促进地方观光产业与区域发展繁荣 提升用路安全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满足张化东西向交通需求 活络张化交通脉络 公益频道张华允田中采访报导